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要告诉你的是 现在疫情越严峻 军事上打越忙 除了上一阶段 我们所谈到的南海 中国和美国剑拔弩张之外 想不到台湾在今天 也突然佛小出击 办了军演 为什么 我们等会再来告诉你 这个阶段新加入讨论的来宾 要请到资认分析室林有明 官员大家好 大家好 财经专家 赖先生 憲哥 大家好 要请到资认媒体员许生梅 大家好 资认媒体员邱明玉 大家好 好 邱明玉 现在竟然还有人在敢发文 说叫习近平不要干了 哎呀 不怕被消失 到底谁这么大大 我们先来看双断链危机 防疫升级 印度也宣布多地要封城到3月底 有数亿人受影响 那我们知道印度也是制造中心 世界工厂 包括他们的航班 他们的大众运输 统统要喊卡了 而因为印度的疫情紧张 三星 LG也不能够生产了 出现了锻炼危机 所以我们先来谈谈断工这一块 好 我想印度在14个小时之前 突然宣布这个地方要做封城 那当然包含国内的一个航班 其实也在停飞 所以我觉得其实 现在全世界的一个疫情 基本上就跟这个股票一样 都在轮动 从中国这边好不容易消停了 然后它影响的是所谓的供应链 那接下来就是欧美影响的是需求 那现在印度这一块的话 我们要特别来提一下 因为以印度这一次的 这个确诊人数来讲 确实还真的不多 因为只有499起到昨天为止 只有10个死亡的一个案例 那以它这个13.54亿的人口来看的话 其实那个比例算很低 但即便如此的话 你看像世界走了一圈之后 基本上最近好像看起来 都是在东亚跟东南亚这一块 好像出了一些状况 包含像泰国柬埔寨 然后印度的部分 印度因为又是一个很大很大的 我们台湾的很多的一个公司 或者是国际性的一个企业 都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印度 因为印度它现在就是 它整个行政制度先有帮 再有省再有县 那现在看起来的话 包含像中央直辖这一区的话 大概有82个县 基本上都是已经封城 然后封城之后 它大概从25号开始飞机就停飞 一直到这个31号的时候 才开始要恢复 那现在封城的状况也是 那一封了城之后 就产生两极的一个状况 从画面上大家可以去看到 其实有一些民众 其实支持的 是支持这个 还给防疫人员这个鼓舞 但是现在也怕就是说有一些人 因为他现在被迫可能要封城 所以他赶快要逃出去 逃出去的一个过程中 就很像中国的春运一样 他的那个列车 就挤满各式各样的一个人 对不起 人肉列车 很可怕 那个很怕被人私塾列车 所以那个会不会成为一个防疫破口 对 他们是在封城之前 他们要赶快跑出去吗 一定要的 因为你也不知道要封到什么时候 那接下来的话 当然路面有很多的警察 就在驱赶人群 所以我觉得印度这个地方 真的很难管 因为它总共有122种语言 然后把一样语言 一样宗教的地方就分在一区 所以它总共有28个邦 你说这个地方很多文字也不同意 语言也不同意 所以它这个防疫的一个工作 就变得很重要 难度很高 对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就是说国际级的制造业 在这个地方大概的一个分布状况 因为现在印度比较有三个 重要的一个城市 第一个我们以金融中心来讲 是孟买 行政中心当然就新德里首都 那科技中心的话就加尔克达 那现在包含像三星 我们来看一下三星 三星当然就是智慧 三星在诺伊达 对 打X的地方就代表 已经开始停工了 诺伊达这一块 对 然后另外的话 我们看风神陵木 风神陵木在古尔冈也停工了 对 然后乐金电子的话 乐金电子在浦郡停工了 奇亚在阿南达浦尔停工了 现代汽车在清奈也停工了 对 但反而我们台湾的包含像电子五哥里面的 鸿海伪创跟音叶达 其实都还没有 那音叶达当然还没有工厂在那边 就以台湾的一个状况来讲 看起来还好 所以鸿海现在 是在人来没有受到影响 伪创也没有受到影响 伪创是在班加罗尔 对 三星当然各位就知道一定是手机 那乐金的话 当然里面就有所谓的手机 也有包含像这个一些家电的用品 像洗衣机 那风神陵木也好 或者是这个马喜达也好 那个都是汽车工业 但是这里面比较麻烦的应该是在三星 因为三星的话在Ecota这个地方 他在两年前基本上才花了重支7亿的一个美金 12.9万平方米盖了一个工厂 那那个工厂当初 其实韩国的总统都还去剪彩 文在寅跟这个印度的一个总理木迪 那里面招工的大概是7万人 然后每年的年产量 手机大概是1.2亿只 所以这样夯不当当算起来的话 其实三星如果这个工厂真的顺利成功的话 他在印度的生产量 他可以把其他的一个地方 都集中在这个地方的话 他其实他的这个市占率可以从10%到50% 所以其实这一块如果一旦停下去的话 全世界的一个手机 基本上都会受到影响 好那回头我们再来看一下台湾的部分 像以鸿海来讲 当然刚刚我们有看到图表上 他没有停工 对他没有停工 那接下来怎么样我们不知道 会不会有转单 当然有可能 因为之前中国大陆不是有跟美国做贸易战 所以大家其实就一批工厂就移到了印度去 那现在就是说会不会有三星这边的一个手机 转到鸿海这边 我们这边可以稍微去观察 那鸿海大概做几家 第一个是苹果 比较高阶的 比如说XR或者是iPhone 11 然后接下来的话 他其实也有帮Sony来做代工 Sony本来都已经快要退出这个手机市场了 但是后来想一想 其实还是有一些利润可赚 所以又回到了印度上鸿海代工 那鸿海其实不光做手机 还有帮这个三星来去做42寸以下的一个电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伪创 伪创基本上不是做这个iPhone高阶 伪创基本上是做比较旧型的 所以我们常在讲说 我们台湾有很多的机子 是不是有的时候二手机 真的都拿到印度去卖 那接下来的话印度比较低阶 他现在都还在用6S跟iPhone 7 那这一块的话 在这个加鲁尔这一块的话 这个伪创也说他没有问题 那现在目前看起来的话 以印度的一个状况来讲 停工是40 所以这14个小时以内 不光是电子五个台湾有很多的一个股票 都陆陆续续开始在澄清 或者是在公告 他们在印度这边的一个状况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双断链的另外一块 就是中国的部分 断需的部分 那我们先来看新闻 断需有多严重呢 之前我们担心没有办法生产 现在担心生产了没有订单 所以我们来看 武汉肺炎害全球经济垮了 中国拼全面复工 据说武汉在明天 应该是说湖北 湖北 湖北在明天要解封了 对 但解封有用吗 回来了 人是回来了 也开工了 但订单却没了 包括我们的富士康 在中国的复工也超前两周达标 问题是工人回来了 工厂也要开始运作了 没有订单 对初期一定是一片混乱 没有订单应该不是只有到现在 应该到4月份的时候状况都还是 以湖北来讲的话 复工率已经达到了90% 上海 苏州 山东这一块的话 重庆几乎已经是百分之百的复工 但原则上的话 就是说现在需求不见 需求哪里不见 当然是欧美这一块的订单不见 所以中国的制造工厂这一块 我们就以温州来讲 温州是中国的协都 3到5成的一个订单受到影响 其中有一家 30年的一个老店叫太阳神协业 他就已经开始在做了一个 这样的一个公告 他说从现在开始4月1号到5月30号 他说基本上都鼓励员工休假 就类似我们的五星假 但是蛮有意思的是 他们几天通知讲到 美国疫情高速爆发 是美国 是因为美国 客户订单继续取消 经公司研究决定 从昨天开始 一切的招聘活动都要停止了 所以表示订单确实掉了不少 对 因为基本上 你看欧美订单一定不见 有的时候是不能够采料 有的时候是已经都飞机过不来了 对不对 也没有办法去洽谈 所以他现在订单能见度很低的情况之下 他赶快发这个 那不光只有他 其他的鞋子很多 在3月初的时候接到订单 还真的是拼死把它做出来 但是现在包含像美国 西班牙 德国 那个鞋子订单都不见 所以他们现在可能开始 在研发另外一个 比如说电子下单这一块 因为现在都飞机不能过来 所以用电子下单的一个方式 看能不能打样到制造 另外刚刚阿关有特别提到 富士康的状况 以目前来讲 苹果之前在2月底3月初的时候 有限购令 一个人大概一个账号 只能限购两支 因为原物料缺 那现在目前看起来 原物料是没缺 那时候是单线断供 断供 对 所以一个人才买两支 对 现在其实在网上 已经可以点选到十支了 意思就是说 那就是断施了 对 我是做得出来 但是说实在的 现在谁去买 对不对 因为大家都不出门 富士康本来就已经提前两周 50万人都已经到港 所以今天回头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股票会不会就是在这么多的利空 或者是双断链的危机下 慢慢的 从这个大家怀疑中 慢慢的开始前进 我们先来看印度股市跟台湾股市 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人买印度基金 那印度的股市它在守什么呢 它在守十年线 那我们台湾是在守哪一条线 我们台湾不是守十年线 政府常常在说破了十年线要去撑 其实我们台湾在守的是十二年线 我们来看这张图就很明显 各位可以去看 印度股市的低点这波是打到十年线 这个月很惨 对不对 一根藏黑 可是台湾说实在已经破十年线 十年线的位置是在9110 台湾真正在守的是绿色的这条线 叫十二年线 8523 对 而且为什么可以这么说 你去看好几次在十二年线都守住 上一次在十二年线守住的时候 是2015年当时是美国债务危机 那个时候守住了 然后再往前看一次是 2011年欧债危机的时候 那个6609也守住了 所以从线型的角度来讲 十二年线应该是一个支撑 另外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观察 你去发现 以十二年的这个状况来看 均线的意思是代表什么 均线就是代表十二年的平均成本 在以上赚钱 在以下赔钱 那线的那一点就是代表 回到十二年前的水准 现在是2020年 十二年前发生什么事 2008 不就金融大海啸 所以现在的状况 其实是跟金融大海啸一样 我们不一定指数要跌到那里 但是我们的平均水准到那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2015年的十二年前是发生什么事 基本上是911 然后我们再来看 2011年的十二年前发生什么事 是所谓的网路泡沫迁徙年 好 那你这个是往前推 那我们往后推 也就是十二年之后会发生 可能股市又要出市了 所以你从这一年来推 2011加12是多少 2023 然后再来2015再加12 2027 再来2020加122032 所以可能大家都记不住了 但这张图如果各位 有兴趣研究的话 就是每隔12年 可能会出现一次大震荡 先过了这一关再说 对 先我们把这一关熬过去 12年后再去我们也想不了那么多了 那另外我们再来 那这样现在个股怎么办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电子五哥的部分 我们来跟一个 大家最关心的股票 叫台积电来比 那一天台积电到235.5的时候 我们有上节目 我们说他其实在守三年线 目前看起来好像是守住 可是各位你去看 伪创三年线破了没 伪创的三年线是破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 红海的三年线破了没 破了 所以产业结构不同 金元厂比较有竞争力的 三年线会稳 那电子五哥这种代工的 比较低毛利的 基本上三年线会破 如果你是投资人 你说伪创未来会比较强 还是红海比较强 从线图上来讲的话 伪创这波跌38% 然后红海这波是跌三成 所以伪创跌得比较多 所以伪创今天涨停 就跌升反弹 但是从架构上来看的话 其实伪创还没有多头完全破坏 并没有全面的转空头排列 但是红海已经是 我们假设这个地方 已经是低点的话 即便红海要涨 应该也要打个底再涨 所以未来的结构 应该是伪创会比较强 所以跌升反弹的力道会比较强 可以去找找到底下 旁边上有哪些个股 跌得很深了 不我们回来讲 全世界人的工作形态跟生活形态 包括不只是美国 美国据说有8500万人 被隔离在家里不能出门禁足 那全世界有10亿人被禁足了 10亿人被禁足 当然产业结构 就会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么来看到 陆陆续又有国家锁国了 封城 我们来看到南非宣布 周四级要锁国21天 最后的手段 也祭出了 首相强声宣布英国全境封锁 三个礼拜 印度75个地方封城 抗疫到月底7.5亿人 受到影响 疫情延伤 连东京都知识都说不排除 连东京都要封城 陆陆续每天都看到 谁封城 谁锁国 谁封城 谁锁国 所以在10亿人待在家的情况之下 宅经济发烧 我们看到平板 刚不谈到手机吗 手机没人买 因为大家本来就都有了 因为现在的手机卖的是换机 那你想说这个时候干嘛换机 但平板有些人家里没有平板的 平板卖到断货了 因为现在什么事都不能干 只能在家里打电动 视讯 看影集 对 所以这一次的疫情 翻转整个全球的一个经济 而且也把我们过去 消费的一个形态完全翻转 所谓的宅经济正好 我们常常讲说 山不转 路转 路不转 人转 那你顾客来我店你消费 现在你不来 那这样我去找你好了 就变成相反的一个 交易形态出来了 这叫做三无交易 什么叫三无交易 因为现在十亿人 封城 禁足 然后禁飞 你都不能出来 那干脆我来找你 第一个完全零接触的 包括什么 医疗 因为我怕你有没有感染 所以医生远距 然后包括上课 学生上课 包括上班 在家里上班 包括什么 视讯 全球的视讯 都没有接触 再来无人工厂 再来的话 未来无限的一些 想象的无极限的运用 包括像智慧城市 现在干嘛要交通警察 去外面这样危险 我们所有的 这个所谓的红绿灯 通通用智慧等等 这一些都是在未来几年里面 会完全实现的三无经济 好 所以我们回来看三无经济 我们现在来讲零接触 所以现在很多人开会 都是用视讯开会 对 现在像国内 有很多这种 所谓的一个跨国公司 像包括我一个朋友的跨国公司 他们分三班 每一个单位分三班 平常两班在上班 一班一个礼拜在家里 然后已经试营运了 运营好以后万一有人中的话 这两班有一班还可以上班 万一两班都中 还有一个视讯可以玩 所以视讯就很重要了 另外我们看到学生停课视讯 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看到 医生视讯等等 光是这个部分 未来五年会成长80% 整个它所有的经济产值是 16兆的台币 16兆的台币 对 难怪Room这家公司现在超火红 对 现在有一家这种 线上的一个会议软体的叫Room 这家公司你不要小看它 它2019年才挂牌 你看它的股价市创新高 让它一棒薄 对 它前一季的营收 年成长多少 78% 它的过去去年的一个年成长88% 另外最主要的就是 它今年的股价是68块 现在120块成长 股价成长 刚刚我看到又涨了到164了 对 那不得了了 68已经到164了 那现在已经涨了一倍多了 所以为什么它那么厉害呢 因为它的软体厉害 在一个远距的一个会议 在国际性的会议 而且它可以容纳1万人以上 它力量在容纳1万人以上 它可以1万人同时开会 这很厉害 对 所以它今年 光是今年就增加 3500家的一个公司 包括我们像国内的华硕 我们的中华店 我们的趋势科技 还有包括甲骨文等等都是 那另外它所有的客户 现在有8万1000家 包括像热天 日本的热天 日本热天每一个礼拜一 都要这个早上的晨会 它全球2万个员工一起开会 那这个时候开会怎么办 它厉害就厉害 在它的软体厉害 它在全球有17个城市 它都有做资讯中心 所以它在后面看你 看你这个会的时候如果感觉 有那个 有那个延迟的时候 它会调整 帮你调整 那比如说阿官你是主席 你现在在上面讲话 我就照你就好了 其他终终模糊没关系 我干嘛要照其他的 所以据说它的麦克风会找 现在谁讲话 麦克风就对着他 就是你今天就是你现在主席 不管是你现在主席会议 还是董事长 还有总经理 你在讲的时候 我就全部tick你就好了 其他我就不管了 这样的话它的速度就不会延迟 而且据说腾讯也要抢这一块 而且它最厉害是什么 我们会议开完以后 它有一个AI的抓字软体 帮你写会议记忽 好厉害 厉害 那现在我们看到 腾讯要做 对 阿里巴巴的这个钉钉 已经被联合国它采用了 那腾讯说我怎么可以输你 所以腾讯在这方面 它也搞了一个 类似的这样的一个 全球的线上会议软体 而这个软体 腾讯的软体厉害在哪里 它虽然它是比较小型的会议 300个人的会议软体 但它讲的就是加密 而且保障你的隐私 阿冠我在开会的时候 万一我公司的资料 被外流出去怎么办 会不会 会嘛 有可能 对 一定有可能 因为现在三个间谍那么多 所以我保障你的隐私 最主要是加密跟安全 这一点对很多中小型的企业来讲 我不一定要花那么多钱 但是只要你能够保密加密安全 我就买你的 好 所以宅经纪 零接触商机大爆发 除了零接触商机大爆发之外 我们再回到新闻来看 想不到现在 因为大家都在家里 每个人都在上网 对 造成网路流量太大了 赛车了 怎么办呢 所以Netflix YouTube Apple TV等等 都纷纷调降欧洲画质 得降网速降画质 因为在网路平台 现在热到不得了 对 刚刚在讲说 什么平板缺货 因为串流影音 光是最近英国的四大电信公司 全部全部故障 塞车 塞车 因为整个故障 另外意大利这次不是封国吗 它增加了串流影音增加70% 所以它现在没办法 那现在没办法怎么办 我就不要让那个画质那么清晰 我让画质稍微降低一下 所以我把整个网路的 那个降低30%到25% 让大家都挤得进去 就像高速公路一样 高速公路现在四线到八线到 我现在没办法扩充我的频宽 我现在没办法扩充频宽 那你挤来的人太多了 那怎么办 大家要进来 打斗管制 对 不然就要降低速度 大家不要开那么快 所以这也没有办法的办法 所以也因为这一次 它会变成串流影音 在最近纷纷崛起的一个原因 继续有一个新的平台崛起了 而且在今天还有大新闻 Telegram 对 这个最主要是南韓最近发生了一个 很重大的事情叫做N浩黄 N浩黄它是用Telegram的一个软体 这个软体是苏联的软体 那我们等于先来讲这N浩黄 N浩黄它现在祖先三个已经抓到两个 它的祖先是26岁的一个 韩国大学生的一个学大 那长相很平常 然后他用Telegram 他先去什么 先去放出去 如果有那些女生的话 自己认为身材很美 你可以当模特 你可以把你全身的裸照传给我 然后我付你钱 很多女生就笨笨的 真的把裸照传出去 他拿到他的裸照 就去恐吓他 说那你要为我们服务 就变成把他当性奴 那些性奴的影片是不堪入目 结果他就把这些影片 在这个平台上播放 然后招收会员 会员是高收会的 有26万的会员 所以现在南韩说 南韩说这26万的会员 通通要拿来扁打 你会怕死 现在已经抓到了 那我们来讲这个Telegram的一个 它的软体最主要是什么 第一个 加密 保障用户隐私 第二个 自动删除 你看完以后会帮你自动删除 因为我知道你会忘了删除 你想说留着明天再看 没关系 我帮你自动删除 第二个 不会回溯 我现在假传给乙 我从乙回溯到假 没办法 中间断了 所以他做到非常严密的保密 对 第三个 伺服器在国外 你南韩抓到也没有用 伺服器搞不好在苏联 所以现在听说南韩的官员 他们私底下他不用赖你知道吗 他说LINE太危险了 他用Telegram 我听说 我不知道真的假的 台湾的官员也用Telegram 有可能 不知道搞不好我们的情报人员 一些也都用Telegram 所以因为N号房 这个平台又再度爆红 对 好 所以平台 网路也是 最近有10亿人被隔离之下 非常烧的产业 另外还有什么产业呢 外送 对 外送我们看到麦当劳 这次也中选他怎么办 他很简单 因为他得来是没有零接触 另外我所有的东西 都给你密封起来 然后我如果送到你家的话 比如说外送送到阿关家的话 我放着 然后我的外送人退货三公尺 你拿了以后再线上刷卡就好了 另外包括肯德基 包括像达美乐 所有通通学的都用类似这样 甚至用机器人去包装东西 因为你怕说你包装的时候 那个人不晓得有没有染病 不会 我用机器人包装 然后送到你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也会变成 未来的一个形态 包括国内的外送 最近也很行 国内的外送 包括连百货公司 现在都外送 对 现在星光山越没法到 因为大家不敢去 人挤人 私密空间 那怎么办 11家的星光山越 跟熊猫 跟Uber合作 然后它有260家的餐厅 我11家260家 你就可以随时点 点了以后就送到你家去 就整个餐桌 只有餐桌没有去 其他你12道菜 我全部搬到你家 因为这样子 所以现在在国内 在整个三家里面 熊猫是最大的 你不要小看 麦当劳在台湾有400家 熊猫有5万家餐厅的客户 你要上他平台还要排队 对 现在如果你要上他平台 等两个月 还摆得好飘 60天以后 你的挤不进去 好 所以宅经济 在这一波疫情之下 是少数得力的产业 不竟然谈到了产业 明天湖北要解封了 湖北解封之后 是不是代表习近平的皇权危机 危机也解除了 那可不一定 好 我们来看 要求习近平下台 有人开了第二枪 正叫陈平 陈平是谁好大大 难道不怕被消失吗 陈平竟然呼吁开 中共政治局紧急会议 那为什么要开这紧急会议呢 会议的主题就是 叫习近平不要干了 好大胆啊 对 为什么说他是第二枪 大家还记得 我们前阵子讨论的 第一枪 对 这个任大炮 他痛批习近平说 你就是剥光衣服 也要当皇帝的小丑 结果下场怎么样 被消失 对 到现在这个下落不明嘛 那这个陈平跟进去开了第二枪好大大 他的第二枪的内容呢 就是说因为现在中国大陆的这个新冠疫情 还有中国的这个国际的情势 还有经济都面临很严峻啊 所以他渐行啊 就要求三个人 李克强 汪洋 王岐山 这三个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党政要员 来召开一个中共政治局的扩大紧急会议 那讨论的内容是什么 当然除了这个疫情的控制之外 两岸关系 香港的这个议题之外 他拖大大最重要的关键是讨论习近平 是否适合担任国家主席 共产党总书记 还有这个军委书记 认为习近平要 等于说这是间接叫习近平要下台了 他不怕 他是谁啊 他是谁啊 那其实他跟任志强有共同点 他们都是红二代 那这个陈平的爸爸 就是中共的非常高阶的军官 那他自己就出来做生意 可是他当时他是属于这个 他自己自身跟习近平非常的熟 认识超过40年 那他有一个妄想 他当初去香港接手 接手了一个叫做阳光卫视 阳光卫视他就自己号称说 我要用这个资本主义 去扣 去扣扣这个中国的 这个传统产媒的这个大门 他妄想要用这个媒体 来改变中国的一个言论自由 结果后来你知道他的下场是什么吗 他的这个阳光卫视 后来根本就不让他在中国落地 所以导致他后来就惨淡经营 就他自己创了一个 他这个命运不是跟黎俊英一样吗 对啊 但黎俊英没有惨淡经营 没有惨淡经营 那后来这个陈平就不死心 他又再创办了一个这个阳光实物 就是这种周刊 就后来这个也被中国封杀 他的数位板被中国封杀 就是没有办法落地啦 对啦 反正他不管做什么的都被封杀 他就慢慢的觉得奇怪 为什么他做什么声音都被封杀 原来他根本早就被中共给盯上了 所以后来他在香港还被人家用木棍给扒一下 然后后来他就自己就离开了香港市场 然后去美国创业 就他去美国创业 就卷入了一个巴基斯坦的电厂案 也失利 就他去查 原来搞到被搞到后来原来都是中共走到哪里 都一直封杀他 你巴基斯坦电厂案也会被封杀 也被封杀 因为中共就出手了 所以无远佛界 对 即便你在海外我也要给你写 对 那这件事情呢 这个就出来就毛头指向他 就说他是转发 就是说他写了这封建请信 就是他自己搞到很紧张 他说我没有转发 我没有转发 他说不是他写的 是他转发的 问题是转发也不行啊 可是这个有个疑点 所以就不像他写的啊 他否认 他现在当然赶快否认 他说他只是转发 他觉得讲得很有道理 所以他就转发这样子的内容 可是这个有一个疑点 因为你知道就是说 因为大家查这个是微信 那微信 这是中国海外的这个微信 那你也知道说在中国 你现在只要写到习近平三个字 一定是被封杀的命运嘛 你怎么可能这个在中国 所以他怎么转发呢 所以他这个是在海外 变成是说你中国内部 你是看不到的 但是中国海外 你就可以大肆的宣传 所以现在认为就是说 中国内部有一个倒席的声浪 那跟这个海外的舆论 如果一旦造起来的话 是不是可以内外呼应 然后就把习近平给推倒 那既然习近平 现在面临了这个倒席的危机 他当然要做的就是维稳嘛 好我们来看他怎么维稳呢 他派了他自己的嫡系子弟兵 前山东省长公正 出任上海代理市场 这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对 没错 大家还记得上海市长本来是谁 是应勇嘛 因为应勇当时在这个湖北 掉到武汉去了 对 掉到武汉了 去帮他做这个疫情的维稳控制 所以他现在找了这个公正 出来出任这个上海代理市长 副市长兼代理市长 所以这个今天消息出来 大家就在查说公正到底是谁 后来他是六 现在约莫年纪大概是六十岁 属于中生代 但是背景很硬 有一说传说他是刘鹤 刘鹤的妹夫 刘鹤大家知道了吧 是这个中共国务院的副总理 但是他重要的是 他是习近平的同班同学 也是习近平最倚重的财经幕僚 中美贸易大战 不是都是刘鹤站在第一线吗 刘鹤去谈 对 那有刘鹤推荐 推荐他的这个妹夫 如果真的是妹夫 那公正当然就是有 这一层的殷亲关系 那另外公正还有一个 蛮重要的角色 大家还记得就是说 习近平在这个浙江 担任这个书记 省委书记长 但有五年的时间 他在这五年的时间 就一直培养 所谓的这个浙江的部署 我们称之为叫做 枝江新军 那这个公正 虽然不是这个 习近平当年的这个 直接直接的这个 枝江新军部署 可是他跟枝江新军的 这些人都非常的熟 包括中宣部长黄昏明 还有现任的这个 北京市长蔡奇 他其实都是非常交好的 那也就是说 现在这个公正的 这个任命案 有人就认为说 这个习近平 现在要维稳 所以就把他之前 在浙江这个 这张新军 全部通通都叫回来 全部通通都部署 所以要有稳固他 在这个党内的一个 一个势力就对了 好 这是一个 维稳的动作 对 那我们回来看 影响习近平黄圈 最关键的人案 是这一场疫情 这场疫情到底 中国控制了没有 和缓了没有 清零了没有 包括有药了没有 疫苗真的研发出来了吗 我们来看 湖北连五天清零 但是破功了 大陆又新增了78例确诊 有4例是本土 所以他如何控制疫情 就很关键 当然有没有疫苗 就是最主要 我们经常说 有疫苗得天下 在这一波疫情 这么严峻的情况之下 你看美国跟德国 抢疫苗抢成这样 现在中国说 不要抢 我有了 而且我已经打了第二针了 对 而且他进入 他今天是宣称说 他进入了临床的事业 那临床事业 就代表很快了 很快如果成功 就可以直接上市了 但是好 那我们研究 中国问题专家 汪浩大哥 他就点出了两个 很重要的疑点 他说如果按照 你这样子说法的话 因为像我们之前 研究这个 什么流感病毒 你疫苗的研发 大概都要五六个月的时间 大概平均是一年 那你最快也是五六个月 那现在才三月多 如果说你疫苗可以研发 你往前推 1.1就来了 你是不是2019年 大概九月的时候 你就开始在做了 那那个时候 还没有这个 还没有疫情 对 还没有疫情 所以他就合理的怀疑是说 那你到底是神啊 谁的这个基因主序 来研制的呢 那所以我们就合理怀疑 你是不是当时 就已经一手在研发病毒 一手在研发解药 所以这个是 这个合理的怀疑 这是可能一 那第二个我们现在来看 有另外一个可能是 根本疫苗现在还没有到 临床试验 对 那这个第二个 大家怀疑的是说 这个康诺希生物公司 这间公司是什么样的 一个背景 它是跟中国合作的 香港上市的一间公司 可是大家被人家发现 就是说它2019年3月 才刚上市的时候 它股价非常的普通 大概只有30块钱左右 而且呢 它的9月的时候 它的财报是整个大亏损的 亏损3亿多的人民币 可是为什么偏偏到 2019年去年10月 1月的时候 哇 你看它的这个 好 我们来看股价 本来都是在低档盘旋的 对 突然在去年11月股价 大涨 对 而且一路功高 现在更是 既然传出疫苗有机会 对 股价当然会做反应 所以冲天炮一样 对 它到11月的时候 突然整个攀升 到12月是整个翻倍 来 我们来看 康希诺 这家公司就是 研发疫苗的这家公司 对 它跟中国合作的 一家香港的一个上市公司 所以大家就 又合理的怀疑 就说 那为什么突然 这间公司本来表现平平 然后整个翻倍 是不是 就是说这个是中国在背后 又开始操纵的另外一个指标性的证据 所以到底谁能够先研发出疫苗呢 这是控制这场疫情的比赛 也是习近平黄泉的保卫战 不过我们说到习近平黄泉保卫战 也因为习近平一直因为这场疫苗 而传出什么民变 兵变 黄泉不保的危机 所以很多人说当国内的危机越大 那就会转移焦点 就会让海外的危机升高 所以共计不是三不五十来绕台下吗 台湾也佛小初级了 在今天突然之间举行 联想操演全台震撼 特别是F16V也加入了 好 这次联想操演是什么呢 联想操演其实就是过去空军 有一个叫做 他本身有一个就是各个基地之间 做一个叫战术标准化考核 战术标准化考核也就是今天 我今天A基地要考核B基地 基地之间彼此做一个考核的演练 联想操演就是把过去的战术标准化考核 把他加以扩大化 你可以看到F16战机 就是他今天国防部公布的影片 F16战机从花莲基地起飞以后 他们在空中进行各种的模拟拦截训练 例如你看一拉筋子 三点多钟 因为你看他第一批飞机什么时候起飞 他号称今天这一批飞机 是大概五点多钟 从花莲空军基地起飞 其实你知道以现在飞行员来讲非常辛苦 五点钟起飞 你说你以为五点钟起飞 四点半飞行员起个床 要走到飞机可以飞吗 并没有 他要先大概三点钟不到 三点钟就要先去飞机给飞机做检查 把飞机要检查看各种状况是不是正常 然后检查完之后 飞机任务前一个多小时 要先去告诉说 今天我们要做什么科目 要干嘛等等 弄完之后我们刚刚看到飞机五点多起飞了 起飞以后 升空以后 他们这个飞机 他们这次以军方来讲 他公布了这个 对外公布的这个影片 其实说真的 他们非常小心又谨慎 为什么呢 首先这个战机的挂载 非常的清减 清减 对 他没有挂太多东西 他只有挂一个蚕豆的 你看 他那边挂一个蚕豆香味色飞机 另外一边 我们称为一个叫ACM iPod 也就是空战演练仪的一个夹舱 那这个空战演练仪这个夹舱 挂上去以后 就可以让地面上的人知道 今天他在空中的这个飞机 有多少拼 然后这些飞机在空中 位置在哪里 高度 速度 航向 甚至于就是他飞机在空中的姿态 通通可以及时传回到地面 然后这个时候地面就知道 这些人他们在天上干什么 然后我们看到 不但有这个空中的部分 也有地面的部分 我们刚刚看到前面地面的部分 地面部分有好多的飞弹车跑来跑去 像例如说我今天中午回家的时候 就看到了英式飞弹连的这个车 他们在路上进行机动 也就是说今天 他的整个联想操演的部分 我们空军不但自己有本身 进行这个异极种对抗之外 另外又有空中对地的模拟攻击 然后我们的地面的这个防空部队 摇出来做一个对地对空的一个 相关的演练 非常非常的这个科目的很多 而且一步一步可以说 演练的这个情况 跟真实的状况是非常接近的 好 那我们这边呢 在举行联想操演和佛小出击 而对岸呢 来 对台与东南海备战 大陆的战机上以形涂层 其实大陆的战机 因为其实过去大陆的这个战机 不管是轰炸机也好 战斗机也好 它这个涂装说真的 跟世界这个主流潮流来讲 你会感觉好像有一段差距 为什么呢 大陆有一些网友 还自己做了这个 还蛮好玩的一些对比 比如说他们把他们的这个战机 然后跟美军的战机摆在一起 你看这个美军的战机 像F-22 F-35 他们现在为了这种逆宗战机 它这个逆宗战机 它本身有非常好 用类似逆宗的这种涂料涂上去 它那个逆宗涂料 这种阳光打上去 说真的 看起来效果就完全不一样 非常漂亮 对不对 你看这是在新加坡航空展 表演的F-22战机 这个时候你就看到F-22战机 你看到它的涂装 就让它这个飞机感觉 你会感觉 看起来就很威的样子 你知道吗 但是我想涂装 应该不是为了看起来威吧 其实涂装很重要 有增加战斗力或者 当然也是有 绝对是有 跟空战是有关的 像比如你看 这是大陆的殲20战机 殲20战机 它当时在一开始 出来测试原型机的时候 用一个深蓝的涂装 在空中你就看就觉得 这飞机好像感觉 虽然说是原型机 但感觉不是很威 但你看大陆的殲20战机 它现在这个涂装 第一 它采用我们称为 低视度 什么叫低视度 它飞机飞在空中 它涂装的颜色 就比较容易跟大自然 包括像云 空中的云 海面上这些颜色等等 就能够 保护色 就可以融入背景里面 这个时候你空军的飞行员 在空中飞的时候 就比较不容易发现它 另外其实 甚至于过去你看 以中国大陆的军机来讲 它上面一定要漆一个 红色的81 你看其实中国大陆 既然也很 这个顺应世界潮流 它也把这个81 原本一定要漆成红色的81 然后一定要漆红色的号码 它为了就是要让 它的战机 在空中不那么容易 被人家辨识出来 所以它也采用一个 叫低视度的涂装 就是你看 如果今天是灰色 它原本的国灰 红色的81 那个号码 红色的号码 它就比如说 今天以灰色来讲 可能就是深灰浅灰的差别 这个时候你在空中 你就不容易 因为这个原本的色差 让这个飞机变得很容易被发现 对不对 对 那你看像我们现在后面的这个殲-16 这个最明显了 殲-16你看过去 它这边有一个 中共的这个81的空军的军灰 但你看 现在这个81的这个军灰 它采用低视度的 你看 它是不是本身之间的这个色差 就非常小了 你的这个 对于这个空战中 飞行员要及时看到对方的时候 要因为说辨识书 虽然说以空战来讲 这个战机跟对战机之间 彼此间一定是有这个 敌我识别器 可以去识别的 但是如果它在缠斗这个阶段 那如果说它本身 不让这个飞机的这个 因为色差的关系 让它这个颜色 变得非常明显 你在空战中 对于对方这个飞行员 在一眼看到的时候 你可能就不小心 跟这个背景就混到一起去了 不过紧接着 抛开疫情 但你来关心的是 这两天让好多观众朋友 好多粉丝 伤心的是 刘真离开了 在今天有最新的消息谈到 想陪女儿长大 有人说刘真爆哭 而且她最后有一个请求是 她说我不要离开 特别是在今天媒体也谈到 为什么最后会选择 在22号那一天放手 其实也有关键的原因 对 没有错 刘真的灵堂 是在明天3月25号 它会开放 让大家进去掉夜 然后预计是4月22号 会举行追思会 为什么要特别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是因为刘真的家属 他们非常坚持 希望刘真是美美的离开这个世界 然后大家记得的 都是她美丽的身影 那为什么呢 刘真在北荣这45天 跟死神拔河的这当中 其实她受到蛮大的病痛的折磨 昨天我们也提到 从2月7号这个手术不顺利 她装上了叶克膜 其实她在进这个医院之前 辛龙陪着刘真去做检查的时候 医疗团队 他们拜访很多大型医疗团队 都告诉刘真跟辛龙 她的这个问题蛮严重的 如果继续工作 或怎么可能随时会昏倒 所以对辛龙来说 从那一刻起 她几乎就是睡不着觉 她非常非常非常地担心 2月7号 刘真去做手术 手术不顺利装上了叶克膜 然后就开始进入了昏迷 这对辛龙来说 她是完全处在崩溃的状态 所以大概在一个多月前 各位记得吗 辛龙当时曾经第一次 她在她的脸书是拜托大家 一定要帮刘真集气 拜托拜托 我记得那个画面 大家看到还是很心酸 那从那一刻起 认识辛龙跟刘真的 一些师兄师姐也好 师父也好 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是佛教徒 所以大概接近一个月前 有办了一个法会 那法会当然透过法会的方式 可以替刘真集气 但是那天在办法会的时候 因为法会有一些仪式 光是这个法会开始之前 要点一个火 这个火叫做护魔火 可是这个火却因为风一阵一阵来 火点不起来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法会进行当中 当然会诵经 可是这当中诵经中间曾经中断 是因为这个咒音中断了 那第三件事情是法会当中会点 会有灯 这个灯中间突然停了 停了又恢复了 那可能有些有宗教信仰的人 会觉得这不知道是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当然没有这样的宗教信仰的人 也许用科学上来说 那只是一个停电 但是这三件事情 也让当时有参与的师兄师姐 也心里蛮着急的 那对辛隆来说 他更是非常的崩溃 之后呢 他的认识的一个师父 帮他去观这个元神 后来就提醒了辛隆 该到时候的当下 是不是能让刘真跟着菩萨去修行 其实我讲这也蛮难过 因为认识刘真人都知道 没有一个人舍得他要走 尤其是辛隆 好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在今天媒体也谈到了这一段 说其实就有他的朋友说 九天前刘真就不行了 那辛隆痛哭念万变佛经之后 又因为在法会出现了 三件不想征兆 所以最后还是决定放手 不我们回来谈刘真 辛隆舍不得放手 其实刘真的个性也是这样 刘真什么事情都要做到最好 拼到最后一刻 刘真过去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曾经讲过 他说他喜欢穿高跟鞋 为什么你知道吗 他说当他穿了高跟鞋 站在这个舞台上的时候 他战斗力十足 你就知道这个国标舞女王 其实杀气腾腾 可是他说自从他当了妈妈之后 他为了孩子 他变得爱哭 他变得容易害怕 他说他怕生病也怕死 他很担心他照不掉他的女儿 好 我们来听刘真过去的谈话 因为国标舞他一定要出去比赛 比赛在场上 你就是会跟人家血淋淋的碰撞 然后很多的 比如说可能别人会挡住你 然后这时候你 像我身材会这么娇小 我就很容易被吃掉 可是我就是很不服输 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 有几次排练就是我已经受伤了 就可能我肩膀拉伤很痛 然后我就真的痛到会哭 那周老师就说 小珍你确定你OK吗 不然如果你不OK 这次我们就换人上 没有关系 可是我一听到换掉 我就觉得我不可以被换掉 然后我就说老师我不痛 我就是立刻可以就是忍住痛 或是吃止痛药 或是打止痛针 但是我就是一定要跳 一定要跳 连吃止痛药也要跳 他很敬业 刘真对外的形象 大家都知道他很甜美 而且声音很娇 可是他做起事来 是一个女汉子的性格 他只要答应 这件事情我要做的话 刚刚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已经提了 就算吃了止痛药 他也一定要做 那过去因为 常常会有人邀请他代言 或者是这个出席活动 你们记得吗 2014年 他曾经以国标舞女王 这样的身份 到球场上去开球 当年各位记不记得 是中信这个球队邀请他去开球 邀请他的人还是他的高中同学 当时是魏全龙的领队 那刘真为了这一场开球 各位知道 开球就只是美美的丢个球出去 那其实这个不算表演 刘真为了这一次开球 他还自己设计了一套 国标舞的表演 开球舞 对 你有没有发现 很有意思 然后这个开球舞之后 这些舞者 就把他整个扛起来的时候 他才把那个球丢出去 那个感觉就是整个 经验全场 整个就是一个很棒的一场秀 而刘真为了这一场表演 其实他之前 光是设计这个舞蹈 光是练习 彩排 花了很长的时间 所以那一天的球迷 其实也觉得很开心 就像看了一个 你看 一个很激烈 有没有 把他倒过来 甩过来 然后他才把球丢出去 但是美中不足的一点是 各位你知道吗 球丢出去之后 那个球就滚到地上去了 毕竟他没有受过这个棒球的训练 你光是看他在开球的时候 这么的敬业 然后这么的努力 就知道 其实这整个过程并不容易 你可能看到是十分钟这么精彩 但是他可能十天当中 都在做这个练习 那我要讲过去 刘真呢 记者最爱她了 为什么 因为通常记者会做专题 就会跟艺人讲说 拜托你 我现在要做一个一周时尚 各位你知道一周时尚 这种专题 对艺人来说有多辛苦吗 一周一个礼拜七天 我要帮你准备七套的衣服 然后还要带七套的包包 首饰 还要帮你搭配 搭配完 我这每一天穿什么 我还要讲解 各位你知道 拍这个一周时尚要花多少时间吗 要八个小时到十个小时 谁要做 而且这是无偿的 这是给这个记者拍专 没有收费的 对 那你要自己要设计 但是每一次 不论是周刊记者去跟刘真讲 刘真都很开心 他会把所有的一个礼拜的时尚 穿搭都准备好 到了现场之后 他就像说故事一样的 告诉你说这个包是我哪一年在巴黎买的 那个包我又是哪一年在哪里买的 然后我当时的心情是什么 所以各位 不要以为刘真只是爱时尚 他已经把时尚当成一种艺术品了 除了做这一周穿搭之外 你知道他还有一次很有趣 有一个记者跟他讲说 拜托你啦 我要做宠物专题 你有没有养什么宠物 猫啊 狗啊 都好啦 赶快帮我解决一下 那他有养吗 你知道记者都是很着急 会拜托你帮他解决 他说我没有养动物 那怎么办 谁真的说我没有养动物 但是你这么急 这样好了 我弟弟刘恒有养龟 各式乌龟西龟 这个绿西龟 就各式的乌龟 那这样好了 我问我弟弟 我会把那些龟 都带到现场让你拍 结果记者想说 那好吧 也不错 结果那天要拍这个专题的时候 刘真带了 你看好可爱 大大小小的龟到现场 如鼠家珍 他真的比我们名嘴还认真 他把怎么饲养这个龟 有什么趣事 这个龟这当中有没有生病 怎么带去看兽医 讲的就像他样的 所以你可以想象 他不只是国标舞王 你只要跟他说什么 他只要答应了 他没有做到百分之两百 他就觉得他对不起你 也对不起他自己 你看多厉害 这些龟 这些龟 可以让民态